来自一个工商校友对肖战的评价 他在读书的时候 毫不夸张哦 他以前在兰花湖校区的时候 他中午在食堂吃饭 真的会有人去看他 我们那边工商秘密 他会在 就是我们这边火的人 我们会不是在墙上发某某某吗 他当时就大家会在工商秘密上面发他 然后就说 啊 肖战在食堂吃饭 但是真的就会有人去看他 这个时候脸还有点嘟嘟的 是我们婴儿肥 很可爱 很阳光的一个状态 他作为我们学校一个学长 而且他很厉害 在重庆市的校园沙克手 就是校园之春的 食堂克手歌与大赛上面 然后获奖 龙庆一的那个前级 他是一个非歌唱出身的 而起司第二点 当时学校有老师 或者说有同学 真的需要他帮忙 帮忙录音啊 然后帮忙配这些材料啊 他真的都是随时帮忙 随时出现 他大四当时 怎么是学校的底流吧 当时喊他录一个音 或者怎么这个 他真的很有理由 竟然就真的是 对每一个人都很有理由 就很无端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他同在一个学校 同时风呆过 所以说当我看见他活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这个日子 真的太过 以前就有个电视剧啊 叫做超新新学员 然后来我们学校 回学校宣传 那时候我大的四季 正在考验 我老师就让我去主持 我老师就拒绝了 我说你疯了吗 我在考验 当然留了很多的签名照 留在学校 当时我老师就说 要不要送你一张 他说我疯了吗 我为什么要他的签名照 因为对于我而言 他就是我的一个学长 后面没有想到这么火 我现在后悔惨 然后再到后面 再到后面就是他大火 包括他当时参加点 上把少年 我们都是群策群力地 帮他拉票去投票 看他一步一步走 我们都发现你心得开心 然后后面我读书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我研究生 我是工商的行为副书记 学生副书记 当时说 当时我来成立了 一个工商校行为的 第五个学生组织 名字呢 他叫做 心理体育做事 然后当时面临的艺术团 这些学生组织的招新 我当时就跟我的老师说 因为我的关系最好 最好老师 就是大家可以在微博上 去搜一个人叫做 师者 陈琛 你们可以看到下面 全是肖战的粉丝卡评论 因为他就是早年间 帮助肖战 而且陪伴肖战成长最多的 就是甚至就是肖战 出到有他 助了一地之力的 这么一个老师 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跟我 关系超好超好 然后当时我就跟称哥打电话 我就说 我就说 你帮我联系肖战 录一个宣传视频吧 就录一个 欢迎同学们 加入艺术团 然后你想想肖战 作为陈琛 已经传过 火到爆炸的定格 称哥那天晚上 十点钟 十点钟 发了消息 发了消息 肖战凌晨五点钟 给他回来 他说好 我一会儿录了 就发给你哦 真的就是这样 很快 然后当时我老师就 哇 这个凌晨五点钟 又起来上班了呀 但肖战就跟陈琛老师 在讲说 诚哥 我不是现在 这么早起来上班 我是现在才拍完夜戏 对我的校友 对我的学生而言 我很尊重啊 他却是我 因为我 真真切切地接触过 了解过 认识过 虽然有可能 在他的生存中 是他很普通的一个 师弟而已 但他却是我 若成千上班的 师兄师姐当中 最闪耀的女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肖战 曾经在大学时期 我也是重庆工商大学 校团委学生组织的议员 同时也预祝母校 今年的团代会和学代会 成功召开 优优独播剧场——